来网红公司被同事和领导 恶意对待是什么感觉 跟大人聚会一下 我们的试课 啊 你们出来提醒 哎 你车不车没什么意义吗 每次都合格 一文半 还好 来 下一个 草野 185 135斤 合格 哎 不对吧 草野 我记得当哥把草野的标准 提高了120节 当然要是有人不按照标准 你死屁赖的你也没办法 可是这条标准还没高 草野的标准就是 有人不合格了 自己发布过来到关于他 小川体挺不错啊 正好草野你有事来做 草野 对不起了 我不敢得罪草草野 没事没事 你别别难就好了 老板让你麻烦睡一下 他能够睡 嗯 好 知道了 刚刚你可真能忍 放过肯定跟他们吵起来 哎 算了 他们现在只要不搞我账号 随便吧 我要都替你罚啊 草野把国家打上法款的时间 交给我 你赶紧把你的法款交一下 别再耽误别人工作 跟你说话呢 草野 哎 好知道了 草野 草野 不然在这规定 你以为看着药吗 哎 找我们去了啊 我去老板忙公司了 白色了 老板 你找我 你跟小张之间的事 我都知道了啊 我认为就是小东西 精致那些小活杂 招好你好好做 我还是很看好你的 继续努力吧 好 谢谢老板 我知道了 嗯 去吧 诶 你用的是不是我的美妆呢 我们是直接会堂帮助一下就行了 用你的美妆卖就行了 不是不行 关于你这 草野 你怎么回事 抢人家小川东西化妆 自己没有 不会就申请是不是 丹哥 是他拿我的坏名字 你自己好好看看 那是不是缺了一个脚 你拿的就是我的 你在这装什么呢 丹哥 看上卡卡就去 人证物证都在这 你还狡辩什么啊 缺了一个脚 明明就是人家小川的 赶紧给人家道歉 丹哥 你这东西虽然不值钱 但这是品行问题 我会及时供报给老板 草野 老板 听这个大战啊 老板的人品呢 我还是相信的 这件事也没那么复杂啊 就看看粉丝 愿意相信谁啊 对 我刚才视频一直录着呢 小川 你敢不敢看看粉丝 愿意相信谁 看你